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青森的神 今天有空可以試試這個直立板的用法 我會待會介紹怎樣去修改這塊板 以及怎樣去裝填所有東西 待會 稍後見 我先把所有東西拿出來 拿出來了 是否很熟悉呢 後面還是回到這個位置來拍片給大家看 我先把所有東西拿出來 我先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這位都不知道是否可以 好 拿出來了 好 這樣讓我看看 在這邊 好 這樣 攤出來了 這樣呢 我首先就要試一試這個風氣 我先把風氣放在這裡 回來已經是這樣的 它有一個蓋子 你要先打開蓋子 打開蓋子 裡面有一個白色按鈕 這個白色按鈕要怎樣弄呢 記住 白色按鈕 如果有按下按上 按下按上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譬如把風氣放在這塊板上 就要把這個白色按鈕按上來 這樣就可以把風氣放在裡面 如果想放氣 放這塊板的全部的風氣 就要把這個按鈕按下去 把風氣放回來了 就要把風氣放回來了 那就要記住這件事了 我現在要把風氣放回來了 所以要把風氣放回來了 就是這樣 好 現在開始要試一試這塊板 我現在就剛剛放了下去 預備開始蓋上去 需要多久呢 我想應該10至15分鐘 努力一點 好 開始 再試一下 脹了一點 還有一件事提提大家 是要蓋到15磅左右 怎麼為之15磅呢 好 15磅的意思呢 就要看看 這個BOOM 就是這個位置 BOOM到15磅呢 就是這個 差不多碰到紅區 所以 要繼續努力 好 現在才去到 7磅 9磅 9磅 其實9磅 已經足以足夠了 所以其實 其實 其實不需要去到 真的 15磅 的 PSI 那麼再蓋多 一分鐘左右 好 好 已經去到 我的目標了 就是 這個 大約 十幾度 沒有去到 沒有去到 15磅 所以 其實已經 其實已經 我覺得已經開始 夠了 是啊 看看一間 會不會再流氣 好 好 其實已經凍了 差不多 真的有 十至十五分鐘 好 我要脫掉這個東西 就要把這個嘴 拆開 這樣就可以了 我拿出來 就是 一會兒會安裝 腳繩 還有 這支掌 如何去設定 首先 我再說 腳繩 如何安裝 在哪裏 腳繩 就是安裝在 這個尾部 這個扣位 就是如何安裝 其實很簡單 先拆開這個東西 好 這個繩 就是如何扣在這裏 其實是 把它 拆開 過來 是不是有個圈 呢 把這條腳繩 放在這個圈裡 穿過去 因為單手比較麻煩 因為拿著手機 這樣 這樣 就完成了 這樣 就可以扣在你的腳 安全 安裝了 這樣就這樣簡單 還有一件事 就是尾部 好 那我的尾部 就預備了 它單一塊尾部 裝在這個位置 很簡單 它有幾個 扣位 把幾個扣位 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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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這個位置 移進去 所有東西都移進去 這樣就行了 然後把這個東西 排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保持一塊尾部 所以 這樣就完成了 還欠一件事 就是這個杖 我介紹一下怎樣設置 我本身是176cm的高度 那怎樣設置呢 它有三段杖 三段杖 怎樣放置 首先把這個 塞進去 塞進去 再把這個 有一個粒釘 看到嗎 看到嗎 一邊有一個釘 然後跟著那個釘 扣回去 看到嗎 在一個位置 扣著那個杖 至於 它這裡 165cm、166cm、167cm 就是跟著你的高度 譬如我剛才說 176cm 約175cm 約到這個位置 約到這個位置 就鎖住它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可以 搶了 這樣就可以 完成了 很簡單 就是這樣 如果崩潮了 這樣拿也不是很重 很輕 很大塊 你看 多巨型 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 就介紹我 如何設定這塊板 其實真的 挺簡單 而且 方便 帶它到處去玩 就可以了 譬如一會兒 玩完 放一些氣 然後捲捲捲 放在背包 就可以了 這條影片 比較短 我只是介紹這塊板 如何設定 好了 這條影片 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最重要是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 有甚麼可以留言給我 還有 我有甚麼新片 我都會介紹給大家 好了 下次再見 多謝你們 看到最尾 好 拜拜 拜拜 我會先看 小鈴鐺 我會放在 我會放在座椅子 小鈴鐺